嗨大家好我是阿美好久没有过来这片红树林这边挖螃蟹了走我们去找螃蟹洞 哇这里这里发现了一个螃蟹洞哇这里更大哇这里面更大 哇我们先把这个挖了这个很深这里面而且的话是两个手掌这么大应该这个是蟹丸洞来的现在我们把它抛开先 现在我们拿蟹夹探一下螃蟹洞的方向哇还往这边走像我们沿着这条路挖下去 我们先把蟹夹拔出来先你看还很深的这边 哇这里有个泥丁看到没很肥啊这样一样价格跟那个沙虫一样 不过我们不喜欢把它丢在这里吧待会它自己会装到这个泥土里面 红树林的话这边的话那个泥丁的话比较多的 我们再拿蟹夹继续烫 我先到镜头了 看一下有没有螃蟹 被那个泥土全部弄到这里面去 哎呦可嗑的声音哦在这里哦 哇看到没就在这里 他那个蟹壳都在这里了 下面想办法把这个盘先弄出来 哇好大个 你看这个蟹壳 杨梅的手掌这么大了 应该有两斤左右 我看一下 先把它夹出来 哇 哎呦 哎呦 出来出来出来 出来出来 哇四肢高蟹哦 你看这里红嘟嘟的 一般的话高蟹的话 它那个蟹壳比较大 而且的话 它那个蟹钱比较小的 你看这里 蛮高了 因为现在是冬天了 年底了 因为这个螃蟹的话 就比较肥的 只要是高蟹的话 都会差不多蛮高了 先把它拿出来 哇还可以 看到没 哦 好大力气啊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靠近年底了 这很高蟹的话 一般都要200块钱左右一斤 你看都已经蛮高了 现在我们拿绳子把它绑好啊 今天第一个收获 现在我们拿到水里面 把它洗干净 因为太多沙子了 下面有水 现在我们把它里面的 那个泥沙洗一下 太多沙子了 你看那个蟹脚这里 你看这个膏都突出来了 看到没 你看这个蟹脚这里 全部都是膏了 这个螃蟹很肥的 待会这只螃蟹的话 拿回去熬粥给小孩子吃 一下把它放在桶里面 把那些坑的话填好 这是今天第一个收获 现在我们把这个坑填回 现在我们沿着这条碗 看有没有漏碗之鱼 这个碗放在这里好久了 哇好多条鱼啊 看到没 哇你看 我手上的条鱼好多 很小条 你看这就是条鱼 很多 你看这都是 谁手捧一把都有 看到吗 这些小鱼就生活在这里 我们最早的 哇这里有个牛屎螺 看到没 就我在这里 因为这边靠近红色林 这边螺的话比较多 哇这里有个小螃蟹 哇好多鱼啊 哇都是条鱼 你看到吗 密密麻麻的 都是条鱼在这边 我上去找一下 这里的水有点浑浊啊 哇这里有一条泥钉 看到没 它这个还在动呢 哇看到没 这有一条泥钉 它会慢慢的缩进去的 越缩越短的 你看到吗 越缩越短的 这种的话价格比较高的 拿来包粥给小孩子吃 一般我们海边人最喜欢拿这种包粥给小孩子吃了 你看 这个就缩成一点点了 一般装在泥土上面的话 它就是这条根的话 慢慢的缩下去的 先把它丢在这里 这里有东西 好像盘系 你看它的蟹壳 在这里看到没 你看有东西 哇真的 在这里吃泥钉 看到没 这里泥钉比较多 你看它的嘴巴 还在动呢 哇这个个头还可以 看到没 先洗一下 这样有一只大螃蟹在这里 现在我们拿绳子把它绑好 今天第二个收获了 这绳子有点短 不要不要 还有准备缩下去了 看到没 很会隐藏的 这种螃蟹 这这这这 也是高线 但这只高线的话 不是蛮高 你看到这里吗 只是说一半高 你看这个壳都看得出来了 还不是很肥 这样把它放在桶里面了 你看这条泥钉 慢慢的装下去了 它这个是这条根装下去先了 看到没 是这条根 把它丢在这里 我们再找一下 继续找 远这边看一下 这里有只大螃蟹 是大螃蟹吗 在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蟹来的 那个蟹钱好大个 走嘞 看到吗 松开松开松开 这都不要它了 这家很大个 哎哟 哇塞这里这里这里 哇一个大家伙 哇 哎哟 哎哟 好凶啊 哎哟 吃饱喝足了 有力气跟我奋斗了 我先拿那个绳子过来 出来出来出来 这个可以 力气还蛮大的 哇你看嘴巴喷水 像散尿一样喷出来 像散尿一样喷出来 那么拿水洗一下 这是今天第三个收获 来我们继继续找一下 沿着这条碗 继续找下去 下潮水已经上来了 我身后的这个是红树林的海鸭子 一般的话潮起潮落 都会有一些小鱼 小虾 小蟹小螺的 这时候的话 他们就会把它们吃掉 到下午的话 四点多钟 他会自己回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 没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 回家了